不少年以前 得有个七八年前吧 我参加一个饭局 某教授的局 饭局上喝的就是听话酒 那是我第一次呢 听说这个酒 之前不是说没喝过 我就没听说过 我这几天看到不少媒体说 这酒三年时间发展的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不对 绝不是三年 早就有啊 我不说了吗 至少七八年前喝过这种酒 所以说这酒不是三年 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的了 至于酒的味道怎么样 说实话啊 我没啥感觉 但是实际上味道肯定是不错 因为必定的钱在那呢 可能他骗得了我这种低端人群 但他肯定骗不了国内 众多的所谓的高端 高尚人群 饭后呢 我觉得那个酒瓶子不错 我说不出他属于什么系列的瓶子 有点国外酒瓶的感觉 看着觉得顺滑丝滑琥珀色 有点欲望和诱惑的感觉 如果单纯的看瓶子 不看中国字 你肯定以为那是外国酒呢 饭局散伙之后呢 我把酒瓶都拿走了一个 把玩了几个月 那次之后啊 我忘记过了多久 又一个饭局 喝的又是这个酒 这次我有经验了 这次参与饭局人员啊 除了张国饭局的那位先生之外 因为酒是他拿的嘛 其他人和我第一次一样 别说喝广 连听都没听过 大家也是围着这种酒 品头论足 说比茅台酒贵 说酒瓶子如何如何 我们谈论着评价着听花这两个字 我的解释啊 静听 花落 这就是听花的意思 静意 安静 安逸 休闲 随意 小酌 不能喝大酒 这就是我给大家解释的 这种酒的含义 因此呢 我也提醒大家喝这种酒 要小酌 不要来回劝 你干一个 我干一个 咱都是低雅之士 低雅之人 咱不干那种事 喝这种酒要低雅 不要拿那大茶缸的喝着你干 你要是能喝 你是能喝 但人家冬间没有那么多酒 这是我喝过的 两次这种酒 最近几年 几乎就把这酒给忘了 对了 再说一点啊 那个时候这个酒 还没赋予今天的 这些内涵呢 什么 吃这个 补那个 这个那个的 也还没有两位 诺奖得主 什么几十位 这个那个人物 加盟这种酒呢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至少我是没听说 据说这种酒 现在被赋予了很多内涵 但是到底是啥内涵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网上 好像说的人不少 我今天聊这个酒啊 绝不是炫耀 意思是我喝过 你们没喝过 不是这意思 我是现身说法 以身试法 我不评价 他的好坏啊 那是因为他好不好 和我也没有一毛钱关系 和我毛线关系都没有吗 我仅是算是侥幸吧 喝过两次这种酒而已 但是你要让我花金钱 花真金白银买 说实话 如果一百块钱一瓶 那我买一箱 花六百啊 也不是不可以 我忽然想起来了 差点忘了 我赶紧说 要不一会儿就忘了 北大教授孔庆东 估计不少人知道这个人啊 他的微博呀 还是博客 就喝过这种酒 也是他参加酒局喝的 他发微博炫耀过好几次 时间啊 我估计啊 也得七八十来年了 那个谁 台湾的那个演员李立群 在直播好像是也喝过 有没有听话 我是记不太清楚 好像有啊 不一定啊 至于听话酒啊 坑不坑 值不值那个琴 我说真的 真的 我是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我确定知道 那就是不管他坑不坑 他绝对不坑咱们穷人 因为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啊 根本就不会花那么多钱 去买他 一瓶酒在农村 买一辆电动车拉着大人孩子赶急 那不香吗 啊 谁买他呀 但一般的穷人老百姓 谁花钱买他呀 有见于此啊 我不是是非不分 不是故意要往所谓的错误的队伍上站 我是觉得 他好不好和我无关啊 不评价其各项他们所说的功能 有没有 也不评价其值不值 因为他值不值 我都不会花亲钱买 我管他呢 而且我认为啊 能花钱买他的 也就是能真正衡量他值不值的 属于太少太少的人了 而不包括我们这些人 OK就到这 我是非诚马尼江老女三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